古语是中国的二十四节节之一 是出现的最后一个节气 中国民间有一句言语 古语想朝看牡丹 意思是古语后三天观赏深海的牡丹争当时 所以人们尝牡丹花会古语花 如上白骨冲出下来 当整几多样的白花都纷纷飘适的时候 散散来自的牡丹 却在各地敲让绽放 唯有牡丹正果色 花开十节洞金城 一千多年前 唐代诗人刘悠希 写下这首赏牡丹 可见早在唐朝 观赏牡丹的风气已经非常兴盛了 人们喜爱牡丹 便把它戴在头上 绣在手上 挂进画里 牡丹 凭借着他 人间人还得清过之色 让古语时接上牡丹 这像西书在中华大地上 念叶了书家面 时过尽天 沧海三天 中华民族富裕牡丹的寓意却从未改变 雍容典雅 富贵吉祥 这几宗包含了人们对家国第七许予祝福 古语丹朝牡丹开 河满两层盛世来 国际中文语 我们在希腊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盛世来